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亲戒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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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乌龙虎著我就会跳 要是不唱叫我跳 我就不敢跳 我很害羞 我为什么很害羞 我不想跟你们讲过 因为我那时候 参加留美训练的时候 他有一个跳舞 跳舞课程 那时候台湾的话 有美军顾问团在台湾 那个课程是美军顾问团 那个女儿当舞伴 我一直站在前面 刚好到了这个脖子 到了这个肩膀 我的心都已经要跳出来 怎么可能跳呢 哎呀 啪啦 蹦蹦蹦蹦 每一次我都请假 我都苦痛啦 肚子痛啦 所以我就是逃避那个 跳舞的那个课程 如果到今天不会跳 这也是很遗憾 当时没有捉住那个机会 学跳舞 所以到现在又不敢学了 因为年纪大了 去跳了 跟他笑 所以真的是很快乐 虽然是一生都是汗 蛮觉得是蛮值得的 比运动都有效 运动只有说是 外面的经苦 所以是帮助 心灵也没什么帮助 他们唱诗歌的时候 心灵也有帮助 真的是不一样的 各位很高兴今天可以从头到尾来带领大家 弟兄姊妹们来在神的面前 来用诗歌为祭献给他 也能够在他话语当中来分享 他用他的话语可以照做 我们现在请弟兄姊妹们翻到 出埃及记第32章 出埃及记第32章 我们单次节请弟兄来读 双树节请姐妹来读 我们开始请 百姓见佛摩西 下单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那时候起来 不愧为我们受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 因为因我们 除外疾病的那种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们造成什么事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居猜下你们妻子 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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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百姓救资下他们儿子儿子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从他们的手里结果来 读过一诗纽读 用不方格的器具作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邻里出埃及的课程 能看不看见就在有主人面前出乃 却宣告说 名字要向严和华所决 自日新的百姓 百姓起来 宣传记 严和严安记 就着下之后 起来万耀 严和华宫部摩西说 下去吧 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已经出来的 以及一百块 他们快快便宜了 华宣 分不得到 为自己做了一支牛股 向他们阿强 教百姓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你从埃及到神 耶和华为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 这是一个景象的百姓 你 你却有众的我 我要向他们发电论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头衣成为了大国 摩西变恳求耶和华 他们的神说 耶和华 你会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灭终呢 可这百姓是 用以阿弥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阿弥的言论说 当你拿出巨蜜 是要把他们扩过他们 把他们扩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出面 求你转移 呼唤阿弥的恋恋 后悔 将我预得的百姓 求你去恋恋的夫人 阿弥陀佛拉伯 基撒 以色列 你真指的自己启示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 向天上的心来用过 并且我所预许的这一群 亦是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如你们所作为恋恋 于是也罢了我为 不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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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知道出埃及 这本书真是高潮的 如果是要演成电影的话 真是很多很多的本格写出来 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高潮 可以令观众叹为观止 这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一本书 也是神迹最多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读起来的话 特别的兴奋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十二章 这一章是插进来的一个篇章 是插进来的一个篇章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以前的人到了 这个西乃山的时候 神跟他们立跃 然后呢又在最后面 这个讲到归幕的建造 然后又重新要申明 再重新重申一次 这个跃的时候的中间 把阶段插进去了 为什么把阶段插进去呢 因为这当中发生了一件 非常非常大的意外事件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意外事件 所以我们以意外事件来看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许多时候我们人 因为牛的体积很大 所以我们喜欢用牛来代表财富 用牛来代表财富 那么牛毒又是牛里面最有价值的 所以就讲到牛毒是最有价值的 牛是代表财富 牛毒又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金牛这个名词就出来了 金牛这个代名词就表示什么 表示只在一些很有钱的人 叫做金牛 就等于金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能调到金龟去了 就表示这个女性很有钱 所以金牛金龟都是表示很有钱的意思 财富很多的意思 因此世上的人都要追求金牛 要追求金龟 还满足自己在财富方面的这种欲望 所以一般世人都是存着这样的心理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 题目是叫做 严防金牛毒 严防就是很严格的防止这个金牛毒 防止它不要让它又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所以因此这个金牛毒代表什么呢 这个金牛毒代表是一个偶像 是一个偶像 是埃及人所侍奉的神明 它是埃及人所侍奉的一个神明 所以我们称它为一个偶像 就是像个牛状的一个铸造出来的 一条用金字做成的牛 所以叫做金牛毒 这个金牛毒一旦又侵到 以色列百姓的生命里面的话 那就麻烦了 他们的信仰就混乱了 信仰就混乱了 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最重要的事奉的是耶华神 世界为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 而不是那些偶像 不是那些埃及人所侍奉的神明 所以当这个金牛毒一就侵到他们里面的话 后果就不堪设想 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西乃山 就透过摩西向这以色列百姓 来赐下律法 律法刚刚才赐下给他的老百姓 这个老百姓怎么样 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而造成很大的混乱 我们常常在想 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 整个时代里面 每一次神赐下律法 或者每一次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神与人之间都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结果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 那么这个事件也造成了以现在人付出了三千人的性命的代价 你看多么的严重 一天就杀了三千人 所以金牛毒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的话 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到 你今天发了财了 你像金牛一样 没有那回事 金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祸害 是一个灾难 所以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言语防止 不要让他来抚视我们属灵的生命 因为他进来 就会抚视我们的属灵生命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 要防止这一部分 因此也就是我今天有感动 要跟大家分享这边信息的一个动机 我们要严严的防备金牛肚来 用情到我们生命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刚才大家读过的第三四二章 第一节那里 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看金牛肚 造金牛肚的原因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以下几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 造金牛肚的原因 第二个是亚伦的反应 第三个是神的反应 第四个是摩西的反应 第五个是我们的回应 所以我们就用造金牛肚的原因 然后造金牛肚 亚伦有什么反应 造金牛肚神有什么反应 造金牛肚摩西有什么反应 造金牛肚我们应该有何回应 我们就以这五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 造金牛肚的原因 在这里第一节他说 百姓见摩西 慈言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几个原因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脆弱 我们一眼就看到 他们的信仰脆弱 为什么他们的信仰是脆弱呢 他说摩西 延迟不下山 请问摩西在山上 四天有没有告诉他的百姓 说我到山上要去几天 所以我不下来 叫做延迟对不对 四天神并没有告诉摩西说 我要叫你上山来 四十天 四十昼夜 然后你才下山 他也没有讲啊 那我们根据第十八章 告诉我们说 摩西在山上是四十八 哎四十天 四十十夜都内 但是事先神也没有告诉百姓 百姓怎么可以说他是辞言的呢 并没有告诉你啊 那你为什么说他是辞言的呢 所以这就是老百姓 自己心里面信仰的脆弱 觉得哎呀 三四十天都没有下来 一定是出了事情啊 一定是出了事情 我们知道这群百姓 从摩西到埃及地区 要领他们出来了 一连行了十个神迹 也就是十个灾难 给当时的这些埃及人 他们亲眼看见这些神迹 又领着他们亲自过了红海 甚至我们也讲过 后有追兵前有红海 他们又怎么样过了红海 他们又经历到这样大的神迹 然后到了西海山 神怎么样向他们办公法律 律法神怎么样告诉摩西 他们拼音处处看到神降临在 西海山这种荣耀 他们又经历了 应该他们的信心是很大 但是他们却信心很小 摩西没有下章 他们却断定摩西是出了事情 所以他们对神 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 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 他们造流毒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脆弱 第二点 他们错把摩西当神看 哎呀错把摩西当神看 这个问题可大了 摩西不是神 摩西是人 摩西是神 透过他带领一些人出来的 那一个领袖 但是真正带领他们 后头那一个老板 那是神 真正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到方野的是神 不是摩西 所以他们因为摩西今天不见了不下来了 他们就完蛋了 他们就没有神了 所以他们就错把摩西当神来看 当神来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 帮助我们的人都不能帮助我们了 我们就死路一条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帮助我们的是神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眼看见的是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定睛在我的神身上 因为他才是真正帮助我们的神 他才是真正领 以现在人出埃及地的神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教会 今天我们遇到许多困难 包括我刚才讲的 遇到那些困难 被车子撞到的都没有事 都是因为有这位神 不是因为他的母亲好 能够把一个女儿养得这么撞 车子撞了脚都没有关系 不是 是因为神看过他 是因为一个神 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 我们不要把哪一个人当神看 在我们的历史上许许多多 我们都是把我们的领袖当神看 而那个领袖又希望人家把他当神看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 你见不见了 所以这一点是他们造牛途的第二个原因 把人 当给神来看 所以人不见了 神也不见了 人不下山 神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心里就慌了 第三个原因是 以金牛途来代替摩西 那摩西不见了 这个神不在了 怎么办呢 重新再造一个神 造一个什么神 金牛途 为什么造一个金牛途 因为这个金牛途神就是 埃及人事后的神 所以他们在埃及住了几百天 他们习惯看话了 以为就是这个 就好比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 我们相信的是 我们的三义真神 我们信问的是我们三义真神 哪一天我们觉得 这个神不在的时候 或者哪一个牧师 我们很尊敬他 我们很羡慕他 我们认为他就是神的话 他已经死掉的时候 怎么办 没有神了 那我们怎么样 造个四面佛 我们就去造个四面佛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告诉各位 亚伦是亚伦 神是神 偶像是偶像 金牛途是金牛途 我们要给他清清楚 给他分开 所以他们说 告诉那个亚伦 他说你起来 起来做什么 为我们做一个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 引路 哎呀 造个牛途怎么引路 那个牛途没有人抬 他还不会走了 你丢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就躺在那里 就不能动了 他能帮我们什么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 我认为是形容 他说非常非常的好 他说 泥菩萨过河 怎么样 自身都难保 他自己都保不了 他自己 他能保我们什么 他自己都不能保 他自己 他能引导我们什么 那我一讲你们就知道 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看这个拜 菩萨的去拜那个偶像的 一直拜一只 一直磕头在那里 可是真诚啊 他真是很诚实的在那里拜啊 有用吗 所以那些偶像不过是人做的 我们却甘愿会在那里 被整拜 这个在逻辑上 怎么讲都讲不通 你想也想不通 但是人就是这样子 人就这样子就愿意做这个事 也就是这一群老百姓 也是一样 他们总是用人的思维 来去考虑神的问题 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原因 他们因为第三个原因呢 心中不安 心中不安的话 觉得 为什么心中不安 因为心中没有神了 哎呀 心中没有神 这可得了 所以赶快要再造一个神来代替 代替什么 代替摩斯 他不只是代替耶和 他只是代替摩斯 因为摩斯不在 为什么不是代替耶和华 因为他把摩斯也代替耶和华 觉得摩斯就是耶和华 他不在 耶和华也不在 所以这样就是他们造成 他们要造牛土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因为造这个牛土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亚伦他有什么反应呢 对造这个牛土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来看 亚伦 刚才我们说第一天那些老百姓 去告诉他的时候 为他造个牛土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就是 他说你们去栽下你们妻子 儿女 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我 哎呀 把你们妻子 把你们耳女 带在耳朵上的那个金环 金的那个耳环 通通拿来给我 那些老百姓怎么样 就造着拿来给他了 就把所有的金子都拿来给他了 所以亚伦就从他们手里 这些东西来了 就住到了一个金牛土 一个金牛土就出来了 当这个金牛土一出来的时候 百姓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这些百姓都说 你现在啊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要不要命啊 你看 怎么会是这个金牛土 领他们出来埃及的呢 明明是 耶和华透过摩基 领他们出埃及的吧 为什么不然之间 才三个多月的时候 反正就变了那么多 就因为世界 造一个牛土 这就是我们 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明了 哎呀 就是在信仰 在这次要命啊 当我看到这领我急得跳脚 亚伦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又是属灵的遮盖 又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属灵的遮盖 竟然糊涂到这种程度 你想得到吗 你想得到吗 他也没有祷告 也没有祷告神 他也没有应验 也没有去检查 他也没有去检验 糊涂糊涂地做 好啊 你拿东西拿去打 进来我就造 就这么简单就造了 真的是让我小不容易 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偶像的诠释是非常厉害的 偶像的诠释 当找到你的时候 你是很难抵挡 当初夏娃遇到这条狡猾的蛇的时候 也很容易上当 太太上当了 先生的时候也上当了 也没有说 你为什么叫我吃 神说不能吃的 也没有问 不令我都就吃了 就跟亚伦一样 再一次犯罪 完完全全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能像亚伦一样 无理无头的 就下一个命令 就下一个命令告诉他们 由此可见 仇敌的权势 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 不称息而入 进到我们的生命令 这是非常可怕的 神的百姓 要敬拜的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现在却来拜这个偶像 哎呀 这是绝对在真理上 是站不住脚的 是绝对在真理上 是错误的 因此亚伦 这么大的事情 无理无头人就同意了 所以他在真理上 没有坚持 这是他第一个的错误 他在真理上 没有坚持 他在真理上 没有坚持的时候 就把绝对的 用相对的手段 来去处理 许多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是绝对的东西 我们用相对的手段 去处理 许多是相对的东西 我们又确定 用绝对的 态度去处理 所以我们 夫妻吵架 常讲我看都是 很多相对的东西 就变得绝对了 所以吵过没完没休 亚伦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 把一些绝对的真理 竟用相对的方法 来清楚 所以这是他 第一个错误 第一个反应的错误 第二个 亚伦为他们 造了一只金牛土 百姓说 这是领你们 出IGD的神 就把怎么样 把荣耀归给 偶像 哎呀 领他们出来 埃及这么辛苦 这带这么多人出来的 这些荣耀 都要归给神的 他们不但不归给神 现在却归给了 这个偶像 这个是什么 显明信仰的破产 完全的破产 所以在这件事上 亚伦有非常大的责任 他是有亏之手 所以第二点 他没有站住立场 他没有站住他 摩西上山去 他就是最大的领袖 要在那里把握着这些群人 他没有做到这点 所以我们今天讲 他是有亏之手 第二个错误 是有亏之手 第三个 亚伦就在造好这个金流族的时候 根据圣经告诉我们 亚伦就在金流族前面 竹坛 而且宣布说 明日要向耶娃首节 宣布 口里宣布说 要向耶娃首节 但那次清晨呢 百姓起来 就献凡计和平安计 就坐下 吃喝 起来 玩手 哎呀 你看要不要命啊 在敬拜神 在献祭给神的时候 坐下来 吃喝 玩手 那是 异教的 一个风俗 那不是 神选民 神告诉 以前的人的 一个 这个 这个敬拜 事奉的一个点章 而是那些 异教的风俗 所以把那些异教的风俗 就带进来了 这群百姓当中 这个坐下吃喝 就是狂欢 这个 玩手 起来玩手 这里面的意思 我看原本就是 暗示有性 这个 就是淫乱的这种行为 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这个异教的话 他们都有 妙计 在献祭的时候 都可以当庭广众 在那里做那些 不该做的事情 而现在他们 正式也是这样 就把那些 道德堕落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道德的堕落的程度 那个底线 已经超过人的底线 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 不然间 你看 堕落到这种程度 这时候 让我想到 就是一个心灵 跟我们的 又底情欲的相争 他们所表现的是 又底的情欲 吃喝玩乐 那我们敬拜神 是用什么 心灵诚实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各位坐在这里 是用你的心灵诚实 敬拜神 而不是用你吃喝玩乐 满足你又底的 那一个情欲 他们却追求的是 又底上的满足 情欲的满足 他们舒服了 什么 心灵上的诚实 心灵上的敬畏 所以就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亚伦他淡化罪恶 重用百姓 这是他第三个错误 淡化罪恶就是 允许这些人做这些事 重用这些人做这些事 如果当时不允许 没有人敢做这些事 因为他带头 所以 大家就跟着 做了这样可恥的事 所以亚伦 第三个反应是 那就是淡化罪恶 重用百姓 这是他第三个错误 我们看亚伦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属灵上他没有坚持真理 他为什么没有坚持真理 因为他把对象弄错了 原来我们 他跟着摩西的时候 他们所进攻的那位神 是创造宇宙 主义的真神 现在他 换过来变成一个 牛犊 成为他境外的真神 所以他把对象 搞弥附了 一下子这个 一下子这个 没有真正的认识 到底你的信仰 对象是什么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做的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你绝对不能弄错 当你弄错的时候就麻烦了 对象弄错了 就方向弄错 方向弄错了 就越走越远 越错越大 所以国家一个政策 如果错误的话 国家就保留 当你这次错误的时候 那些人 帮助你写文章 支持你的 那些人帮你敲蝙蝠的 那些人帮你抬教的 那些人 也一同的犯罪 一同的把 百姓越大越远 所以对象一定要认识 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对象 就越走越近 我们背对我们信仰的对象 我们就越走越远 所以这个真理 我们应该要认识 可惜的亚伦 弄错了 把方向弄错了 所以造成最后 不可收拾的一个产权 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 这是亚伦 对造金流毒的一个反应 但就我们从亚伦的身上 可以学习到 什么样子 来防止金流毒的 当神 那在金流毒这件事情 神又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来看神有什么反应 神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说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 他说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 哎呀那个奇怪 我读到这里 他怎么会是你的百姓呢 在前面都说 你让我的百姓出去 侍奉我 一共说了十几二十次啊 都说是我的百姓啊 神都说我的百姓 你让我的百姓出去 好侍奉我 现在都说是你的百姓 所以让我们想到说 为什么神会跟亚伦说 这是你的百姓 因为你的百姓 是不听我的话 如果是我的百姓 就会听 哎呀今天我们在座的 你是不是神的百姓 你是神的百姓 你一定是听神的话 约翰福音那里 不是告诉我们说吗 我的羊 听我的什么 听我的声音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请请听 我要请请听 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 你看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 这是羊的声音 这是羊的心 所以羊是听主的声音 今天不听主的声音 就不是主的羊 所以他说那是你的百姓 意思就是说 摩西你有责任 你有没有把这些百姓交好 所以你下去吧 我们的神 责备摩西 是有非常高的层次 不是破口大骂 他说你的百姓败坏 你的百姓败坏 所以你有责任 所以你有责任 接着他怎么说 下去吧 下去吧 哎呀 当我读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心里面真的是很难 神对摩西是 你下去吧 一天总统将军 率领 大军 佛宫内战 到快要车台的时候 好像是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率领百万大军 一个将军 但是他是常败将军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他的最后还是屡战屡败 他向总统将军报告战区的时候 总统将军下去 这意思是什么 充满着失望 充满痛心 就像一个母亲 好不容易把自己一个独生子 养到长大 读到大学毕业 希望说今天大学毕业 马上就可以赚钱 马上就能好好做装置业 我这个寡母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结果这个儿子出来 不但是没有好好的做事 儿子就放毒 就被警察抓起来 伤不伤心 非常伤心 神对摩西斯 下去 什么都不要不说 事事摆着眼睛 拜拜 所以让我们来思想 牛途 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反处 让爱我们的神 也跟我们说 下去 那神第三个反应是什么 神第三个反应就是他的公义审判的一面 所以越华对摩西说 你且由着我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鹿 将他们消灭 使他们的后裔成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哎呀你且由着我 就是你不用管的 你且由着我 我就要对着把人家发烈鹿 我要消灭他们 要把他们杀在山中 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然后呢 我要把他们消灭以后 我要你摩西的后裔将来成为大国 代替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裔 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 神说这句话的时候 让我看到 那是壮士断满 神在这个时候就壮士断满 下一个决心 一定要这样 当他一定要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真的要消灭 希望制止这个反应 立刻停止 不要再错下去了 然后怎么样 回转过来面对他 不要背向他越走越远 赶快回转来朝着他 勇敢的 认罪悔感 就像大卫一样 当大卫知道他犯罪的时候 非常勇敢的面对神 最后他的结果 神说适合我心意 我们看到扫罗知道 自己有罪的时候 却不愿意悔改 一而再 带和三更神来抵抗 甚至去找那些 姑婆 我不愿意去 在神的面前悔改 怨罪 最后死在战场 所以这次神为了爱这些百姓 壮士断板 制止他们 让他们知道 这次神的反应 下去 面对罪恶 为爱认罪 还有希望 接下来我们就看 摩西又怎么反应 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便是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 说了三件事 说了什么 两个问题 两个恳求 第一点他说 你为何向你的百姓发列路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人的手 从IGD领出来的 他本是你心所爱的 不是吗 哎呀 这群百姓 你说要发列路 这群百姓 是你从IGD 好不容易 把他们领出来的 你就这样就愿意 把他们消灭了吗 你不是很爱他们的吗 才愿意这样 带他们到这里来吗 第一个问 问耶和华 第二个他问什么 第二 第二他说 你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领他们出去 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哎呀 第二点他问 但是你要让 你现在的百姓来议论你吗 要指笑你吗 你把他们带出去 不是好意 你把他们带出去 就是要杀在路上 要消灭他们在山里 这应该不是你的原意吧 你不是曾经在 法老的面前说过吗 让我的百姓去 侍奉我的吗 你为什么 现在又要把他们杀掉呢 这第二个问 然后他接着两个请求 他说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恋悟 后悔不降 在于你的百姓 第一个请求 他说求你 转意 不要这样做 第二个他求的 他说求你 纪念你的福音 亚伯拉罕 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 指示说 我必死你的百姓 的后裔 必死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 这权利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违约 这不是你应许过的吗 因为你不能背负你自己啊 你说过的话 你不能背负啊 不是吗 你是信实 你是信实 手持爱的神 不是吗 哎呀 这个神经过摩西 问了两个问题 经过摩西 一而再再三个 很求 结果怎么样 神本来是有权 惩罚他的百姓的 但是因为摩西 这位中保 为百姓认罪 代求 于是耶和华 就后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于他的百姓 你看到没有 摩西这位 属灵的领袖 他可费的地方 在神发联络的时候 他想到的 要如何 代求 认罪 违改 让神给他们 有违改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步骤 他没有落井下 对啊 这局把已经该死 就把他们杀了算了 你带他们心里苦苦出来 他们不领情 他们也不认为你是神 干脆就杀了算了 我也不想麻烦了 干脆回家去 再养养养算了 他没有 他苦苦的爱情 所以今天我们 不要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姐妹 不是要因为我们的太太 或者我们的丈夫 或者我们的孩子 犯了一些错误 我们就怎么样 落井下石 我们要向摩西学 第一个孩子 错了没关系 来 爸爸陪着你 一起到神的面前 悔改认罪 求神再给我们机会 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是慈爱的神 是守约的神 他说要赐福 亚伯拉罕的后裔 四四大天 也必赐福听念我们 因为我们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如果你明白了这些 你就不一定要 对你的孩子落井下石 孩子得到安慰 孩子得到交代 在神面前 一起回头 就像摩西 这是摩西的伟大 这是摩西的男人 可贵的地方 跟养魂完全不同 但是摩西是不是说 这件事情 降福利物图 就给他过去了呢 就算怕死过去了呢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犯罪的部分 还是要负责用 他怎么负责用 我们来看一下 当神同意他 不发烈梦的时候 他责问 亚伦 你做了什么事 亚伦说了一大堆推死的话 最后他说 好 愿意 继续施奉耶和华的 站到我这边来 这个怎么样 立位的子孙 全部都站到 佛西这边来 其他那些完整的老百姓 不愿意悔改的老百姓 仍然站在那边 不愿意不来这边 佛西怎么说 你这些立位的子孙 每个人腰间挂着 把刀到他们的银房里面 把他们的弟兄 把他们的这些人 完整不罢的这些人 全部都要杀掉 结果那一天 圣经说杀了三千人 三千人不是一个小数 今天的时候 有一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死个十来二十个人 总统都要下台了 总统都要负责 在台湾的话 爸爸水灾的话 那个是天灾 没有办法防范 马云酒 差点都下台了 可见摩西 对罪 没有妥协 对罪不知悉悉 哈佛里糊涂 就可以放过去 我们教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教孩子 告诉他 错在哪里 对他人 要清清楚楚告诉他 你错的地方 你要受惩罚了 你就要受惩罚 你刚要给我打屁股了 你就要怪盖给我打屁股 我刚要奖赏你这部分 我就是奖赏你这部分 我们中卫人叫做什么 赏罚分明 对不对 他一方面要求神 遥述他们 一方面执行公益 该承担的人 承担他的后果 所以 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看到 摩西属灵的高贵的一个品格 他在真理上不妥协 他在形式上有怜悯 所以我们圣经中有一节经文 很好的是什么 行公益 好怜悯 还有呢 存千悲的心 与神佛与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国家 这个举行这个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说神啊 愿你让那些 行公益 好怜悯 存千悲的心 就当选 那些远离这个呢 就不能当选 那些比较靠近的 就能当选 是不是呢 这就是行公益好怜悯 行公益好怜悯 存千悲的心 都彰显在 亚伦的生命当中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当公益要彰显的时候 我们要彰显 当怜悯要施之爱的时候 我们要施之爱 那怎么能做得到呢 随时与神同情 你与神同情才能做得到 你不与神同情 你与神背离的神 永远不能行这些 所以摩西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他 跟亚伦正好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不同的一个领袖 亚伦行神所不喜悦的事 造了金流土 摩西为了这件事情 行神 讨神喜悦的事 就把他弥平了这些事件 这个事件在 中间插进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对金流土怎么回应 首先信仰的对象是神 不是人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最高的那一位 是我们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而不是人 我们不要像你现在百姓一样 把摩西当年神 所以他们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 不能崇拜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是人 他不是神 所以那些歌迷的话 你看到 他们崇拜那些歌星 跟着道的一种程度 我看这次什么 什么女神卡卡 有没有讲错 到台中去的时候 现在这个人 真的是很会 很会形容 形容叫粉丝 我原来好久都 怎么叫粉丝 以前叫做歌迷 现在不叫歌迷了 进一步叫粉丝 粉丝比歌迷更前进 哎呀 多少粉丝 回着他 疯狂的不得了 他就叫他 整个打个生命 有何在他 那个生命里面 崇拜他 成为偶像 那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崇拜人 过也崇拜神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破产 所以我们第一个回应 我们要知道 我们信的是神 不是人 第二点 属灵的事不要自视过高 也不要轻估 仇敌的权势 因为连亚伦这样的事情 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估估我们 亚伦见过这么多大风大浪 跟着摩西 神行了这么多神迹 他都还会犯错 估估是我们 所以我们怎么样 要有铝 估估的心情 常常来警惕 常常警惕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能够 不要犯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 属灵上的一个大错误 那么也有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到 属灵遮盖的重要 亚伦的属灵遮盖是谁 摩西对不对 摩西的属灵遮盖是谁 上帝是不是 所以亚伦的属灵遮盖 是摩西 因为摩西不知道 他没有了这个属灵的遮盖 他就犯了不可弥补的错误 你看 你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在座的 你一定要在你生命里面 在你属灵生命里面 有一两个属灵的遮盖 你可以常常警告他 常常警惚他 如果我们有的话 我们很多错误都不会发生的 包括感情的问题 包括金钱的问题 包括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都可以请教他 你看怎么办 属灵的遮盖 就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些困难 当许多时候 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想象就这样 这个我们也像亚伦 这样错了 到错了之后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属灵的遮盖 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 是非常重要 什么叫做属灵的遮盖呢 属灵的遮盖 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来商量 他会指引你的那个人 那这样的人的话 在我们当中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也不要乱找 你必须要这个人 他真是对属灵方面 可以做我们的长辈 做我们的导师的这种人 你只要亲近一两个就可以了 有事请教他 他如果不懂 大家请教他的属灵 一层一层的 依赖上去 最后就到神了 是挺个人的 所以我很怕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鲁莽的事情 他非常勇敢的一个事情 我常常说 年轻人要狂解 年轻人要冒险 这是我一向讲的 对不对 因为我看的那个 我新狂野的本书 我非常安美 我觉得年轻人 一定要有年轻人那种狂野 如果你年轻人 没有年轻人的狂野 你就白白过了那个年龄了 你就失去了那种色彩 诶 前几天的话 张仲某 台湾的那个大有钱的老板 他写了一本书 或者他就来演讲 对大学人讲 他说要怎么样 鼓励你们要狂野 鼓励你们要冒险 正合我的意思 当然我做的狂野不是乱来 我做的冒险也不是乱来 我的儿子就属于那种狂野型 所以我常常要跟他讲 你有什么事要来问我啊 你不能冲过头了 冲过头了再来问我 我也不怕躲了 是不是 我就是要做他的属灵则盖 不断地提醒他 希望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 为什么要属灵则盖 属灵则盖就是一个中宝帮 就你架一条桥到神那里去 找到那个答案 他以为把钥匙可以开到 那个神的智慧铺里面 把那个答案告诉他来告诉你 这个叫属灵的遮盖 很重要 很重要 亚伦就因为撕掉了 这一位属灵的遮盖 摩西不在 所以他出了评论 这是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这是我们第二个回应 接下来就是群众的情绪 多半是属血气的 群众运动也是盲目的 也是不理智的 特别要小心 群众 我们处理群众的东西 特别要小心 我在当军人的时候 那时候的话 民国四十几年 喊的最大的就是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喊的最响亮的就是民国四十几年 就是1958年 1958年前后这几年 就是喊反攻大陆 天天都喊 而是我们的话 遗书都写好 每天都把这个 这个背包什么子弹弄弄装好 随时一个命令就上飞机 就要通降中国大陆 然后我们要接受一个什么训练 你知道吗 群众运动 要教你一个怎么搞群众运动 因为群众是盲目的 你只要把群众运动搞起来的话 你一飞机一旁 你丢下这个地方 丢下这个某某县 你在这个县名 组组织一群 就要群众来 让这个群众运动就起来了 然后共产党要打人 打人 打人 打不了这么多了 群众运动是盲目的 盲窮的 你看每一次选举台湾哪一个不是 借着群众运动在哪里 搞得大家 人家麻烦 这个吃也没有味道 睡也睡不着觉 都是为了选举 一直都要选举 也为了选举 夫妻一直吵架 因为一个 一个是犯人 一个是犯人 所以政治的东西很麻烦 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一种 我们要知道 凡是群众运动的东西 你要小心 那是属血气的 不是属灵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 卷到那里面去 你不转到那里面去的话 你就会赌气 人最怕赌气 一赌气的话 怎么样 我就是不来教会 不来教会怎么样 你不来教会可以 我们也没有你的办法 但是的确 距离神越来越 那就越来越恐怕 越来越恐怕 我讲一个笑话 他们去拜关公 他妈妈常常去拜关公 因为他的儿子很疲 他很怕 他就拜关公 关公是武将 最能够帮助他儿子打仗 现在有一天 他儿子急摩托车 晚上飙车飙了飙 一飙飙死了 发生之后就死了 然后他妈妈来 归拜那个关公 那关公啊 我不是老早告诉你 就是我这个儿子 我要你保护 你是最大的神明 你为什么不保护我这个儿子 什么 关公跟他怎么说 但是我哪有办法 他急摩托车 我急马 我怎么追得上 编长莫急 对不对 所以当你方向做错的时候 越走越来越来 这个 当然神不会说边场莫及 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形容而已 我们的神随时都可以把你 随时可以把你做 所以我们不要 陷入群众运动 血气里面 这事我要教他各位 你一定要很安静的 在灵里祷告 神啊我当游户 你不要去争那几分钟的事情 那几分钟的事情 很多人以为说 火烧房子分秒必争 我告诉你 有时候分秒必争是错误 当一个大楼全部都火烧起来之后 你分秒必争的话 你就跑 乱跑 明明火烟 我秒从那边来 你跑去那边 你死得更快 你那时候应该怎样 你不知道 你的眼睛只能看见你 四面八方那里 你要说神啊 我当游和走 走哪一个方向 怎么走 我们的神自然会告诉你 亚洲你照着神指示呢 就走就去了 尼敏阳 一个电影明星 尼敏阳在台湾 就是这样带了 200多个人脱险 不然就被伤死了 尼敏阳在远东百货公司里面的一个叶酒会发生大火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陷入群众的血气里面 不要意气用事 不要说我要这样就要这样 不要好好的祷告 不要弄清楚 然后你随时检查 你的方向有个错误 方向错误是最大的危险 我是面向神 我如果是面向神 我方向没有错误 那就对了 最后一个你要记住 靠我们都可靠 靠神才可靠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仰望主 时时刻刻仰望主 耶稣教导我们 两句祷告神 叫我们怎么样 叫我们不遇见什么 不遇见试探 第二句是什么 叫我们怎么样 脱离松恶 他说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不遇见试探最好 不要遇到这个金流毒来 清流我们的生命是最好 万一清流了以后 叫怎么办呢 万一已经清流到我们的生命 怎么办呢 叫我们怎么样 叫我们脱离松恶 让我们不要受害 这两个祷告词 对我一生受用 无从 我常常为我的子孙 做这样的祷告 我的神啊 这些孩子的话 这种年龄 这么狂野 我哪里能够控制他 因为狂野是你造的 人到这个年龄就应该狂野的 就狂野吧 但是我求你 不要叫他们遇见试探 万一遇到了怎么办呢 救他们脱离松恶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孩子的脚被车子压过去的时候都没有受伤 只有瘀血 只有肿起来 这个不是奇迹吗 这个就是遇见试探 而怎么样 又救了脱离松恶 这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做 这是我们属灵的领导的你要做到 你做在家里面 你是父亲 你是属灵的头 你要好好的为这个祷告 你做麻烦的 为你才能为你的孩子祷告 让你的孩子能够在神的保护当中 不遇见试探 即便遇见试探 也能够救他脱离松恶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就是防止金流毒最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才能够常常仰望主 我们才能够防止金流毒的忧气 有一句圣经的话 他说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刚才我讲的你要敬钱 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知足 凡事知足 神给我的够了 如果你需要再给我的 你要我怎么做 你告诉我 不然我领了也多余 便是大力 大力就是大功收了 在你生命里面就怎么样 满意了 你的生命就满意了 满意出来的水流流到哪里 就滋润到哪里 所有在你邻居的人 在你家庭的人都因为你的水流满意了 流到他们 他们就得祝福了 这叫做大力 所以 所以盼盼神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 常常在主的里面 主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分辨金流毒 有能力防范金流毒的忧气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清清楚楚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 站得稳稳当当 不会受外面 这种偶像诠释 来干扰我们 来打击我们 来咬乱我们 使我们乱了正脚 这就是我们 这篇信息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 防止金流毒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这首诗歌就是 就是将心挥离 要我们将心挥给我们的神 不是挥给我们 好像 然后来 祝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祝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祝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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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祝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我愿将我愿将我的心挥给你 我的眼光也要祈願 祈願你的好路 如愛 願將我的心回你 願將我的心回你 如愛 願將我的心回你 願將我的心回你 我的眼光也要祈願 祈願你的好路 我的眼光也要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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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的好路 主啊 我的主 愿我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 愿我的生命長長定睛在你的身上 要我的信仰 不至於混亂 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幫助我們 要我們能夠有能力防止 禁留我的誘情 使我們的生命 聖結純潔地活在你的裡面 使我們的眼目 又喜悦你的道路 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支持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的幫助 引導我們走前面正確的道路 一生討你的喜悦 我們感謝讚美你 所以我在這裡向你唱 願我的心回你 願將我的心回你 直到永永遠遠 我的眼目也喜悦你的道路 請你願望 主啊 願將我的心回你 願將我的心回你 主啊 願將我的心回你 願將我的心回你 我的眼目也喜悦你的道路 我的眼目也要喜悦 心悦你的道路 我的眼目也喜悦你的道路 也要喜悦你的眼目也要喜悦 也要喜悦你的道路 我的眼目也喜悦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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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他以笑脸看你们 赐给你们平安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 借着圣灵的感动将属天的生命赐给你们 使你们知道如何抵挡金牛土的勇气 评导你们胜过金牛土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Amen 上帝祖父各位